佛教一般所知分為大聖佛教與小聖佛教 其中 漢傳與藏傳都屬於大聖佛教 只是所用的語言不同 這次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佛教文物特展 展出多部的藏文經典 畫像與法器 並揭開清朝宮廷內的龍藏經 尼經藏文寫本的神秘面紗 故宮文獻處副處長胡敬斌表示 我們知道佛教一般來文可以分為小聖跟大聖 但是這種大小的時候有的不太 實際上分為南傳跟北傳 那南傳就是現在東南亞斯里南港這一帶 北傳就是沿著思路 從新疆回傳 然後慢慢經過河西中 傳到中央 這個叫北傳 反正在印度之北 叫北傳 他也說明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的差異 胡敬斌說 那漢傳佛教呢 它是以漢文作為載體 這些佛經 拿作為漢文作為念誦 它發源於西藏 它主要傳播的地區就是我們漢族地區 還有韓國 日本 北越 以前的北越 以前的北越 漢傳佛教 那藏傳佛教呢 它是以藏文為佛經的載體 它發源於西藏 然後它往北傳就是清海啦 西康的這些藏土地區 還有內外蒙古 自從佛教普遍為中華民族信仰後 意印抄寫大藏經就成為立朝中央政府的一件大事 滿族入關不久 校莊太皇太后即命康熙皇帝 派人用尼經抄寫藏文龍藏經 康熙六年九月 調集僧人一百七十多位開始抄寫 康熙八年三月抄寫完畢 當年十二月供奉於慈寧宮 龍藏經的內容共收錄佛典一千零五十七種 胡敬斌說 它有一百零七五十七部佛經 就是釋迦摩尼佛這一輩子所說的佛經的總和 全部都在這裡 一個藏文的翻譯 藝本 它分成為六部 什麼剝落部 秘密部 華顏部 它跟相當於漢文的金藏跟律藏 尼經抄寫的藏文龍藏經 總計花費輕功白銀四十多萬兩 全經一百零八函 是現存中央政府寫造時間最早 卷置最龐大 裝徵最富力的藏傳佛教法寶 胡敬斌表示 所以它在這種文獻學上 在這種工藝技術上 我們就是不要講 都是一個很珍貴的國寶 而且你們看1669年 你看它那一些畫 到現在還是栩栩如生 當時它是集合藏族 漢族 把這個漢藏的一個繪畫技巧做一個結合 還有把西洋的那一種透視 那畫進去 龍藏經除了是古代圖書製作技術的巔峰 擁有藏傳佛教的美學外 更有著清代政府藉著與北方蒙古 西邊西藏的宗教聯合 才得以四百萬的滿族統治四億漢人 達到穩定政局的政治目的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苗秋菊台北報導